其实猫肠联合狂犬从安全性上来说 可以一起打 只不过一起打 有两个比较大的弊端 第一个是疫苗所造成的副作用的体现会比较高一点 众所作之 打疫苗是有极低的概率会出现疫苗过敏 或者是疫苗的一些副反应的 比如像呕吐啊 精神不气啊 厌食啊 这样的情况 你想想看两种截然不同的疫苗 还要同时去打下去 那这个机体对于两种疫苗 同时要产生一定的适应力和抗力 那这个时候 它机体不适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其次 疫苗打进机体 往往是通过灭活或者是弱毒的病毒 去刺激免疫 免疫器官产生抗体量 是相对 同时打入了两种疫苗进入体内之后 它所能产生的抗体数量是一定 那这个时候就要把它一分为二吸气身量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最后抗疫低度的属性 也就是疫苗打完之后的效果 所以这两点巨大的一个劣势 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云开时间 还是按时分开去接种 才会使得副作用 副反应 过敏性降到最低 也会使得免疫的效果来到最好 小推式 猫三连和狂犬可以一起打 只不过两个一起打有个大的弊端 首先是疫苗造成的副作用比较高 就像呕吐精神不滴厌食等情况 如果两种截然不同的疫苗同时打下去 机体不适的可能性会更大 其次所产生的抗体数量是一定的 可能无法达到更好的效果 感谢观看